大家好 最近几年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过去大量的海南候鸟族 现在已经逐渐的在离开海南 因为那边的物价也贵 房价也高 那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城市 适合养老 适合定居 是那种东无严寒 下无酷暑的地方呢 今天我来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广东湛江 这是个海鲜之都 同时也拥有着全国第一长滩 和海南一样属于热带气候的这么一个三线城市 经过这么几天的居住体验呢 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刚下了客车就被电动车大队包围了 这座城市不像珠海不进电动车 北方没有那么多的电动车 还跟着你 追着你要载你一程 我今天去特成岛 去湛江必去的一个地方 就有点像去北京必须得去长城一样 这是马鞋 这边是特成岛 往这边走 三块钱坐船 没多远 关门了 不让走啊 等下一班啊 太飙悍了 这边人给骂开了 人好多呀 还有车子 再往上走 看一下三块钱的轮渡 这里边 好了 首先介绍一下湛江吧 湛江和广西的北海防尘港 海南的海口三亚一样 古代的时候似乎这边都属于象郡 就是彼此都是相邻的 文化风俗和语言基本上都很接近 湛江又是一个美食之都 兑虾之都 它是三线城市 而北海是四线 防尘港是五线城市 哇 这么大一座 到了 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特成岛 还有一个大牌楼呢 这岛上有出租电动车的 待会我出租一辆 这多少钱啊 要押金吗 不用押金 拿一辆车 还挺便宜 这整个岛上才有5000个常住人口 岛的面积大约是2还是3平方公里 没有多大 但是它这上面旅游资源比较丰富 有这种热带风情 这就属于热带地区了 不属于亚热带 看这大椰子树 昨天刚吃了个椰子 我逆时针啊 骑着车转了一圈岛 岛上有很多的险胎庙 这是为了纪念险夫人 在越西有广泛信众 险夫人被称为中国经国英雄第一人 这个啊 北方人可能不知道 这是一个红树林的湿地公园 看这成片呢 都是红树林啊 红树林啊 只要这个水受污染了 这地啊不适合了 成片都会死掉 因为它这个根部都是连着的 这个岛上有7公里多的海岸线和3公里长的银色沙滩 哇 这就是风太大了 今天 哎呀 吹得我劈头散发了 好 看一下这边的海水啊 这儿有一些发黄 远处呢 是蓝色的 湛蓝的 综合来看呢 湛江的海啊 比珠海要强很多 就是海水的颜色 其次呢 北方有两个地方比较清澈的海水 一个是辽宁的大连 一个是山东那边 整个山东半岛的海水还是不错的 风大喝着椰子水 有点酸 再说一下地理和气候吧 湛江这边是岳桂琼三省的交界之处 它是深海港区港湾 而且是大西南最近的一个出海口 空气质量我查了一下 连年都是数一数二的 第一名汕尾 第二名湛江 在广东这个地区 所以又被称为喜废之城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的就是 夏季台风比较多 雷州半岛这一块经常会遭遇台风 而北部湾那边城市呢 台风就明显少很多了 所以这是跟北海和防尘港比不利的地方 这个岛啊 感觉就像没有开发完全一样的 据说啊 是近一二十年来 才把这特城岛给开发出来的 所以你看到处都是没有什么荒芜人烟的感觉 对于我这么一个大城市来的人来说 能感受这份清静宁静 真的是太惬意了 现在树叶也都在往下掉啊 这也有一秋天的感觉 但是没有冬天的感觉 波尾村人民欢迎您 他们这个村子还挺富的 都是建的两层或三层的小楼 整个这个特城岛上一共有七个自然村 这是其中的一个 还不错吧 看着挺有钱的 尴尬呀 在这个小岛上迷路了 我的高德地图不知道为什么失灵了 终于找到路了 再往前走就是一片美丽的沙滩 但是这是另收费的 我听不懂他们说话 大约是三十块钱左右吧 那我就不进去了 在这个观景平台上看一下就行了 对面就是湛江的主城区 从这儿到对面要大约2.8海里 走轮渡 走轮渡 旁边有港口 再说一下另外一个地理气候特点 就是中国第一长滩在湛江 但是呢它不在市区内 不在我住的峡山或者赤坎区 在麻张区 距离这个整个湛江的市区呢 有大约好几十公里呢 全长28公里的海滩嘛 是中国第一长 湛江又是一个内海港口城市 就是有点像广西的防尘港一样 你看到海滩边上 是不是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那种海 而看起来更像是江 如果你是想欣赏那种大海的开阔的话 我觉得那你就可以不选择湛江了 我把电动车还了 一共只花了15块钱 15块钱你是免费可以骑一天的 而且没有押金 这在我们北方那边 反正景区是不敢想象的 不知道这边为什么民风这么淳朴 回去了逛半天就可以逛完了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我现在要来到了麻张区啊 这一块有一个另外一个著名的景区叫湖光岩 湛江除了有漂亮的海岸线啊 美丽的海滩 还有一个就是著名的全世界为二的马尔湖 这个景区在麻张区 霞山赤坎 麻张坡头 这四个主城区我这几天都赚到了 脱了衣服了 太热了 再说一下城市配套方面吧 湛江以前叫广州湾 其前身呢就是法国的租界地 总人口呢一共有700多万 城区呢大约人口是二三百万吧 过去是广东的老二 第一就是广州嘛 第二就是湛江 但是近几十年来呢 落后了 基本上排在广东的第十名左右的位置 地级市里边 排不上名次 但是他这个大学的本科数量 仍然是在全省是排第二的 有很多的高校啊 三甲的医院呢 也基本上有那么四到五家吧 我算了一下 跟广西北海和防尘港 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就过北海只有一家三甲 防尘港没有 哇 看这边的植被啊 郁郁葱葱 家木葱龙 非常有热带风情啊 到了 我们下去看一下 小孩 有很多人在湖边休息呢 好 我们终于看到这个马尔湖了 哇 好开阔啊 这里曾经是一个火山口 你看啊 四周高 中间低 形成了一个湖泊 你们知道这个马尔湖怎么形成的吗 大致就是通过地下的岩浆啊 遇到了这里的地下水之后 发生了水蒸气爆炸 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马尔湖 全世界就两个 一个在德国 一个就在广东 湛江 我们可以绕湖一圈 看到有第四季断层 有董碧武的石碑 有楞岩寺 湖里还有小鱼呢 湖面非常清澈 湖面是波光淋淋的 很漂亮 而且据说这里 富氧离子含量还是很高的 广东 广西 沿海地区的富氧离子都很高 来 俯下深来 尝一尝这个水 是咸的还是淡的 淡的 你看湛江这边的旅游资源吧 都是相对比较低调一些的 没有被媒体怎么去过度的宣传啊 这一点还是挺可惜的 好 再说一下居住的舒适度房价和物价吧 个人感觉如果你要是买房的话 在广东 房价是要比广西那些城市贵很多的 像在湛江嘛 因为毕竟整个城区有二三百万人口 北海才有七十多万常住人口嘛 比那边多很多 而且经济又发达 所以呢 这边的价格 基本上是在1.4到1.8万 在市区内均价 而在北海呢 是八千 而在房城港的六千左右均价 你就能在市区买 这不是一个数量级对吧 看到了一个美丽的花朵 叫朱英花 这好玩 摸起来毛茸茸的 逛了一半了 又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人呢 这是一个石头雕刻 再说交通吧 交通方面 湛江的公交车相对来说票价是两元起贵一些嘛 没有那种免费可以搭乘的车 也没有一块钱的公交 视频的后半段呢 我将到一个海鲜市场夜市里边去吃海鲜 你们也可以了解一下这边的消费水平物价 总体来说呢 海鲜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这边人多数都说粤语和雷舟话 基本上我们北方人都听不懂 起初你过去的时候会有一些隔阂和当地 而且他们这个说话声音都特别大 嗓门大 接着走 接着往前走 我看见一个小蜥蜴 看见了吗 但是无论是广西北海还是广东的湛江 都是属于有高铁有机场有高速 连接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 进出非常方便 水质检测笔终于派上用场 打开它 检测一下 这个湖里边马尔湖水质 得摁一下hold hold 其实还不错 相当于北海那边的自来水水质了 足足绕着马尔湖转了一圈 累死我了好几公里呢 现在我就出去了 咱们到城里转一转 这个门票原价是50 在网上订票可以优惠6块钱 44块钱挺值得 我这个从景区往回走 在这等公交 从下午3点一直等到现在4点45 一个多小时就不来 你看周围也有一些人在等 就很多人被迫就只能打黑车了 所以这个城市吧 有它交通上面的问题 就是公交车不发达 我们这边公交好多门的人 您是哪儿的 我是安徽的 对腿脚不方便的人 那你怎么办 这是我来这些的吧 每个人住 那他去做饭 对 我去上点35分发 一天才就到现在了 不好意思 哦 一直等了 得有两个 中间间隔得有两个小时 呵呵 以后等九路等不到的话 你就坐六路走吧 哦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这公交 现在这么 呃 这么不完善 哎呀 这公交车等了 哎 还在那个 远 你去哪里呢 也是拿上车了 湛江啊 可还是电动车的海洋了 啊 跟那个南宁啊 什么的 差不多 广西那边也是 骑电动车的人超多 对于上岁数人来讲 公交不发达 不算是一个好消息 有的时候你走在路上 骑电动车的小伙儿 妇女会冲你点头微笑 你别想多了啊 人家只是想问你 上那个假搭他的车嘛 这里的电动车秩序啊 非常混乱 前几年共享单车在市区啊 都没有 因为地方保护吧 据说这一年才逐渐的 放行共享单车 也算是个利好消息吧 买了一个冰激凌 五块钱快化了 嗯天太热 我后边有一个房车营地 我看停了好多北方的 开过来的房车 羊老候鸟族 有大连的 我看有黑龙江的 还有哪的 河南的 到处的都有 都是北方为主 再谈一谈经济发展潜力吧 湛江呢 是全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当中的一个 但是呢 这么多年下来 它却是排在14个城市经济总量的倒数第三 你们知道倒数第一是谁吗 北海 倒数第二是人云港 湛江呢 在广东整个的GDP排名也只排到第十位 但是湛江的经济发展前景是非常大的 因为有一个湛江港 湛江港是少有的一个深水天然凉港 大资本这几年已经看中了湛江港口 因为那边可以大幅降低运输的成本 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 非洲 欧洲 大洋洲 航路最短的港口就是湛江口吧 而北海呢 只是一个旅游的城市 靠旅游 养老 房地产 来拉动经济 这一点来说跟湛江比起来 那湛江的经济体量和发展前景是更好的 各位好 现在已经到晚上的七八点钟了 来看一下这边的夜市啊 夜生活也是比较关心的湛江的流动摊位 疏导区 有湛江最著名的生蚝啊 我刚才打车过来 那个司机告诉我啊 现在还没上 没到上人的时间 到九点以后啊 这全坐满了 因为世界99%的海鲜都能在湛江找到 深圳啊 海南产的海鲜 基本上也都来自于湛江 中国人最会吃的是广东人 而广东人里边最会吃的是湛江人 我在其他的夜市里边也经常能看到湛江的海鲜 从来没看到过 白切狗 有白切鸡我不知道从来没看到白切狗 这个我可不敢吃啊 看那个狗 这里有大排档 就是坐在中间的 也有坐在屋子里边的 但是在屋子里边像饭店这种的 人气不是很旺 就在这现做 我要了一个炒河粉 还要了一些串 以及生蚝一打 都是年轻小伙子在这炒 这还有饮料 我再来一个柠檬茶之类的 快炒好了 饮料也上来了 河粉上来了 我河粉就是比较油 其实挺好吃的 好上来了 看一下 这是小份的 小个的生蚝 个头不是很大 这个是我点的一些 烤串 有羊肉串 有五花肉 还有韭菜 还有一个鸡翅 真的是名不虚传 真的 你要想吃生蚝的话 一定要来蘸江 来蘸江 把生蚝蘸着吃 是不是 跟我在北海吃的那一次 差不太多 都挺好吃 不过这个呢 这个生蚝母粒有点小 应该比北海那边贵 吃完了以后 阳气十足 吃完了 我给大家算一下 生蚝那一达是25 我要的小生蚝 有30的和35 一杯饮料10块 还有一些烤串啊 掌中宝啊 鸡翅 那些加起来 一共72块钱 怎么样 你们觉得值吗 那我最后总结一下吧 如果你是一个身体奔棒啊 吃满满香 追求清幽 身上钱呢 又不是很多的 那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去广西的南部那些城市 适合你去定居 因为那边的物价房价都低一些嘛 卖个房子也没多少钱 租个房子呢 也更便宜 那如果你是那种 希望有人气和配套的地方 并且呢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那么广东 像湛江啊 珠海啊 这边都不错 房子呢 贵 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人呢 也比较多啊 稍微节奏有些快 像一个大城市的感觉 而不只是一个养老度假型的那种旅游城市 由于现在呢 疫情还比较严重 国门还没完全开放 那么抛开东南亚那些国家 您认为 哪个城市更适合 北方人或者候鸟族来养老定居 欢迎您也发表您自己的看法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再见